这是世界上最小的鬼屋 它外表华丽像个城堡 然而不足一米高 里面的道具都长这个样子 这样的鬼屋能吓到什么样的人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故事 头颅鬼屋 伊威是一个酷矮玩偶的小女孩 这天她的父母为她买了一栋玩具屋 伊威十分兴奋 马上把自己珍藏的小人偶放进去 她亲切的给人偶们命名 玩起了过家家的游戏 可没兴奋两天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下午 伊威放学回家后 发现玩具屋里 多出了一颗诡异的人偶脑袋 她长相恐怖 屋里的人偶一家 全都露出害怕的表情 躲在远远的地方 伊威很奇怪 她从来没有移动过这些人偶 而那颗脑袋也并不是她的玩具 她仔细查看了人偶一家 可当她把视线移回脑袋时 脑袋竟然离开了原来的位置 她伸手碰了碰脑袋 居然还有血 这时父母正好叫她 伊威赶紧关上玩具屋 离开了房间 晚上跟母亲看完电影的伊威心神不宁 她急匆匆的回到房间 查看玩具屋 果然 人偶一家和脑袋 再次移动了位置 而每当伊威视线离开 人偶一家和脑袋的位置 总会改变 看起来呀 他们在伊威的眼皮底下 上演着什么故事 从人偶一家的表情来看 他们似乎很害怕那个头颅 伊威有点担忧 她躺在床上 断定自己的玩具屋 闹鬼了 第二天伊威来到玩具店 她打算帮人偶一家 调查头颅的事情 于是她让母亲 帮自己买了一个警察人偶 母亲呢很惊讶 她没想到 女儿喜欢这么男孩子气的东西 但店主表示啊 这些玩偶啊 很有利于构建小孩的性格 正是通过与玩偶的互动 才能展现出小孩真正的自我 很快伊威回到房间 把警察人偶放进玩具屋 她安慰人偶一家 说警察一定能帮他们解决头颅的事 但此时呢 她发现之前的头颅不见了 她没多想 吃晚饭时 她第一次做起了祷告 希望自己新买来的人偶 能够起到作用 饭后 伊威回到房间 她看见警察 正在玩具屋的阁楼里搜寻 但头颅还是没有出现 忽然 伊威的父亲走进来 她好奇地询问 伊威在干什么 伊威不敢跟父亲说出实情 便说警察正在抓老鼠 父亲笑了一下 向伊威到了晚安后便离开了 伊威把目光移回玩具屋 可警察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仔细查找 突然 伊威惊慌失措 这见警察人偶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他的脑袋已经不见踪影 人偶一家围在尸体旁边 看起来呀 已经被吓疯了 伊威拿手电筒 惊慌地查找 终于发现 头颅躲在洗手间的镜框中 伊威冲头颅喊叫着 让他离人偶一家远点 然后便害怕地躲进被窝中 为了帮助人偶一家 伊威再次来到玩具店 这次他想买一个牧师或法师 店主呢有点头疼 他说自己店里呀 没有这些玩具 但伊威表示 只要是跟灵力有关的就行 店主呢 向他推荐了印第安人玩偶 揭示 这些美国原住民 都是十分追求灵力的人 于是伊威买下了印第安人玩偶 回到家后伊威急不可耐地 把玩偶放进玩具屋 想看看事态会如何发展 但此时呢 母亲又来叫他去看电影 虽然不情愿 可在母亲的劝导下 伊威还是来到客厅 他心神不定 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电影上 终于随着电影结束 父母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伊威赶紧溜回楼上 发现印第安人已经来到洗手间 可头颅此时又不见了 伊威着急地帮印第安人一起寻找 忽然间伊威的手电筒闪烁了一下 等光线恢复时 他看到印第安人把身子伸出了窗外 他连忙绕到屋后 却惊恐地发现 印第安人的头已经没了 伊威惊叫起来 紧接着他看见头颅出现在 人偶一家的背后 他大喊起来 提醒人偶一家小心 可这时父母的脚步声传来 伊威马上躲回床上装睡 母亲走进来 询问伊威是不是做噩梦了 伊威强装镇定 连连表示自己没事 母亲离开后 伊威继续查看 他发现 人偶一家的夫妇 已经倒地身亡 头颅和人偶小孩 已经不见了踪影 伊威焦急地寻找着 忽然他看到 伊威害怕极了 他一把抓住人偶 拔下头颅摔了出去 但很快 他又担心起来 他不希望这颗恐怖的头颅 留在他的房间里 他趴在床底下寻找 突然 头颅竟然变大了 原来由于离开玩具屋 头颅也开始变成 现实世界的尺寸 伊威慌张地抱起他 塞回了玩具屋 他不希望玩具屋里的恐怖事件 在自己的房子里真实上演 第二天 伊威让父母把玩具屋送走了 父母很遗憾 他们觉得 这个玩具屋 可是独一无二的 但伊威十分抗拒 回收人员解围地表示理解 随着伊威一家的离开 他打开玩具屋 直见 《头颅鬼屋》是2019年恐怖美剧鬼作秀中的一则小故事 其中最出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创意 片中的玩具鬼屋可谓是恐怖片史上最迷你小巧的鬼屋 而故事结尾 头颅来到现实世界后可能带来的案件重演 也让人细思极恐啊 除此之外 站在人物的角度 这则小故事也非常值得品味 片中小女主伊威 在面对头颅引发的恐怖事件时 从始至终都是一人默默承受 他独自想办法帮助人偶一家 在意识到无法阻止危险后 又转手把玩具屋送掉 他这种冷静独立 又稍许有点腹黑的性格呢 也正体现了店主那句 通过与玩偶的互动 孩子才能展现真正的自我 才能帮助人wo